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周五澳洲股市开盘走低 金融、能源和材料类股票领跌 隔夜因投资者在令人失望的公用事业和消费品企业营收报告 以及一系列强劲财报之间摇摆不定 美国股市在震荡中收盘下跌 澳洲基准指数S&P ASX200草盘下跌0.93% 综合指数下跌0.9% 经济动态方面 澳洲储备银行将发布6月份的私人信贷数据 下面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新闻 Energy Resources of Australia报告称 6月30日结束的6个月净利润下降了82%至2268万澳元 而去年上半年净利润为1.2755亿澳元 EIA表示短期内右市场似乎供应充足 因为供应事业单位有适当库存 而产量还在增加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 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已导致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地区 推迟修建核反应堆 然而从长期来看 二次能源供应量正在下降 要建设新的高成本一次能源供应设施 加上主要来自中国的需求增长 预计将导致现货和期货的价格提高 麦格里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 2010年6月季度的盈利略高于放缓的2009年6月季度 低迷的全球市场状况是麦格里证券 麦格里资本以及固定收益 外汇和商品部门在2010年6月季度的贡献都低于去年同期 但预计该公司和资产融资部门麦格里基金以及银行业和理财服务的业绩 将超过2010财年结果 麦格里的首席执行官Nikolas Moore说 麦格里由于其身后的专业知识 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份额 多元化业务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文化产生的力量 在中期内仍处于有利地位 GreenCorp和AWB今天表示 两家公司已签署一份合并执行契约 根据这份契约 GreenCorp将与AWB合并创建澳大利亚最大的多元化农业企业之一 合计市值将超过20亿澳元 合并后的公司将经营股物、各类商品、化肥和牲畜 还将成为世界第四大商业麦芽生产企业 GreenCorp将对AWB股东持有的每5.75股AWB股票 增发一股GreenCorp股票 GreenCorp的股东将持有合并后公司58%股份 AWB股东占42%股份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莫妮卡洋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